这节课我们来研究一下用户的购买周期 用户的购买周期它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A用户 你有一个A用户 他在97年1月份的时候 他购买了商品 那么这是他的一次购物行为 而这个用户呢 在2月份他又购买了一次产品 那么这个购买周期呢 我们理解为就是一个月 那么具体有多少天呢 我们可以针对他是1月份哪天买的 2月份是哪一天买的 然后计算出差值 那么这个天数就是A用户 这一次的购买周期 而下一次比如说他3月份 又进行了一次购买 对吧 那么这个购买周期呢 你可以看一下3月份的哪一天 和上一次也就是2月份的哪一天 他们之间的差值是多少天 那么这是A用户的第二个购买周期 以此类推 那么A用户他的购买周期 是不是有很多值啊 比如说第一次 他是3天的差值 第二次呢 3月份某一天 简直2月份某一天 他的差值比如说15天 那么他的购买周期 第一个就是3天 第二个就是15天 以此类推 他可能有多个购买周期的数据 那么这是A用户 同理那么如果有B用户呢 他也会对应了自己的购买周期 有多个值 那么有了这些购买周期之后呢 然后我们后面再去分享 我们这些用户 他们的平均购买周期是多少天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知道 我们网站用户的一个活跃度啊 好了 那么在讲购买周期之前呢 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叫shift 不知道大家之前用没用过这个函数啊 shift呢 它是一个可以把数据移动到指定位置的一个函数 将数据移动到一定的位置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会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变量 严实的变量 Date 1 然后数据呢 我们用Pandas里面的DateFrame 去给它构造一下 然后数据里面呢 我放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 A 它里面放的值呢 比如是 0 12345 然后我再放一个值B 它里面存的值呢 是5 4 3 2 1 0 你会发现这两个值是倒着的 对吧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Date 1 这块我给大家选择一下内核 然后再去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这两个数据 它打印出来A 是012345 B呢 是543210 它是以这种列的形式给我们去显示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Date Frame 配合着我们这个Shift的这个函数 首先呢 我先直接执行一下Shift的函数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 前面这块出现了两个NAN 而A值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列 第一个值NAN 然后第二个值01234 你会发现5这个值没了 对不对 它被NAN给顶出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整体的数据 向下移动了一个位置 B值也是一样的 整体向下移动了一个位置 它把前面这个0给挤出去了 OK 那么这是Shift的函数 你会发现它整体向下移动了一个位置 那么这是默认的时候 它这个axis啊 它是等于0的 我们加上这个参数之后呢 你会发现跟刚才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效果呢 我们称之为 整体向下移动一个位置 那么默认值呢 也就是 这是默认值 axis等于0 那么有了这个函数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对比了 如果axis等于1 它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来再看一下这幅图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整个A的值 它全是NAN 对吧 而B的值呢 这次由原来的543210 变成了012345 那么这是谁啊 是不是正好是我们以前的A值啊 对吧 012345 正好是A的值 说白了你给了一个axis等于1 而我们axis等于1 正好是朝着我们箭头的方向去移动 它会把所有的A值呢 都移动到B的位置 由于没有左侧没有更好的数据 来补充A 那么好 它就用NAN来代替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shift函数 我们稍后 要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需要去对时间进行一个处理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时间如果说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种方式 做差 那么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这块单起一行 计算 购买周期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购买周期的时间差 这个购买周期的时间差值主要是指什么呀 比如说你 针对A用户来说 我现在有1234条购买时间 分别是1号2号3号4号 那么4个时间购买时间记录 对吧 我如果说要想计算差值 是不是说2号减1号 3号减4号 4号减3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列数据整体给的向下移动 移动完了 前面这变成NAN 而后面这一二三 那么它们之间在做差 比如说 你它这之间做差 用后面减前面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NAN 对吧 一个不存在的值减去一个1 肯定还是不存在的 而我们后面 1减去2呢 你会发现它是负1 那么负1 2减3呢 也是负1 3减4呢 也是负1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周期 可以理解为 如果取绝对值 你会发现 它的第一次中间的这个 也就是中间这个间隔时间天数是一天 而第二次中间这个间隔的天数还是一天 第三次间隔的天数还是一天 这个三个一天 是不是正好是我们后面做差出来的这个值 取绝对值啊 对吧 OK 如果说你不愿去用后面减前面 由于后面减前面是一个负值 我们可以用前面减去后面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么1减NAN还是NAN 那么2减1 这次是不是就是1了 而3减2 那么这次也是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可以用原来的这组数据 减去对这组数据呢 进行一个shift的操作 刚才给大家讲了 你一操作shift 通过shift的函数呢 它会把整体的这原数据向下移动一个位置之后 然后你用原数据减去 后面你操作完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就会得出我们这个时间差值来了 OK 我们去写一下我们的程序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order diff 然后这个值里面呢 我们存储的是我们首先得进行用户分组对吧 分组完了之后 我们再做时间差值 然后存到我们这个变量里面来 group by 分组字段呢 我们让它是order user id user id 然后执行我们的oplay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呢 就是我们稍后要做时间差值的那个函数了 数据 这个x呢 是分组之后的每一个用户的列数据 比如说我们分组之后 a呢 它有三条购买时间 用户b呢 它也有三条购买记录的时间 那么我们稍后要用a里面的这所有的数据 减去a里面的值 经过shift操作之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是nan对吧 他们一做差 然后得出来的就是我们最后的差值 后面的b也是以此类推的 我们这是要进行a里面的某一列操作 对吧 所以说这块无需给的access 不需要指定access 而a代表的是分组之后的一列数据 最近哪一列呢 我们要取我们的order 取时间 就是date这列 减去我们 对前面order date这列 进行一个数据的转换 也就是shift转换 大家看一下这个操作能不能懂 我们先进行一个用户的id分组 然后呢 取出我们的每一个用户的购买时间记录 减去时间记录的向下偏移量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a用户 他的一个时间间隔 给大家加个注释 当前订单日期减去上一次订单日期 我们来看一下处理完后的一个结果 这块稍微有点慢 看一下这得到的结果 首先呢 他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每一个用户的第一条 你发现他都是nan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你比如说你一号购买了 二号购买了 三号购买了 你一进行数据的向下移动之后呢 他第一个值就变成了nan 第二个值变为1 第三个值变为2 那么这种错位 他们两个一做差呢 就会出现这种效果 而后面再一做差就出现值了 这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记录 这种情况说明啊 说明这个用户他只购买了一次 对吧 而第二个用户呢 你会发现他购买了两次 其中呢 这两次时间做差值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零天 零天说白了 他是一天之内 不同时间购买了两次产品 而第三个用户呢 你会发现他也是购买了两次 两次 但是第二次购买和第一次购买的时间差值呢 是87天 那么这是我们分析他们的一个消费周期 好了 有了这一组数据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描述性分析 得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看一下 平均的一个消费天数呢 也就是购买周期是68天 对吧 而我们的最小值 你会发现就是零天 说白了 他一天之内购买多次 那么这种是最小值 而二分之一分位的时候呢 是31天 最大的购买周期是533天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数据呢 也能看出75%分位数的时候 你看是89天对吧 而绝大多数部分的这个购买周期呢 是小于我们可以理解为100天 把它暂定为100天 大多数用户的购买周期 它都是在100天以内的 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可视化 来我们看一下数据可视化怎么做 它现在是一个购买周期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计算出来的购买周期 进行一个数据的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的时候呢 我们这次选用的是直方图 首先呢 数据在我们的order diff里面对吧 由于它是一个日期的一个作差 得出来的还是一个日期类型 我们需要转换成我们的天数 这块之前我们已经用过这个函数了 np.time.detail64 用一下这个函数 然后呢 我们给它精确到一位小数 精度是天 然后把整体处理完的数据呢 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直方图的绘制 直方图直接用hast就可以了 同时呢 指定一下我们这个柱子的宽度区 20 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beams 这个值它的一个含义啊 是不是影响我们柱子的宽度啊 影响柱子的宽度 说白了我们柱子的数量呢 是这么来求的 最大值 减去最小值 然后除以我们这个beams 除以这个值 那么得出来的这就是每个柱子的宽度 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这个beams 值越大 说白了我们这个最终的值 是不是越小啊 你这个宽度 说白了越窄 那么这种情况呢 你可能看得更为精细一些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效果 现在得出来的一个效果呢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典型的长尾分布图 而且大部分的用户的消费时间间隔都是比较短的 怎么看出来的呢 首先它的横轴是我们的消费时间间隔 说白了就是购买周期 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用户呢 它的一个购买周期都集中在这部分区域 对吧 而这个柱子更为高一些 稍后我们去分析一下 这个柱子它为什么这么高 而平均的用户消费周期呢 刚才通过我们前面这块 已经看出来是68天 68天如果在我们职方图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中间是50天 那么一做平均之后呢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整体做平均之后也就这个位置左右 那么针对这些用户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希望用户的消费周期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 自己思考一下 是不是说平均消费周期越小越好啊 对吧 我更希望用户每天都来消费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平均消费周期 你会发现就是零 每天都要消费 对吧 而且呢 我们如果想把这些消费周期 比较大的 说白了 就是不是特别活跃的用户 想办法给它转变到 我们前面消费频繁的 这个区域里面来的话 该怎么做呢 你是不是说找出这些用户 然后针对性的 对他们做一个电话的回访 或者说消费几天 三天之后 或五天之后呢 赠送优惠券 让它赶紧再回到我们平台上进行消费 这时候 它的一个消费周期 是不是就缩短了 那么这些都是运营上面的事 我们这块把分析的结果 给大家写一下 及时记录 得知 平均消费周期 是68天 通过我们的描述性分析 看出来的 再有呢 绝大多数用户的 消费周期是低于100天的 你可以从我们直方图这块看 也能看出来 对吧 这是绝大多数用户 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75%分位数也能看出来 你看75%分位的时候 平均消费才是89天 那么说白了 75%以前的这些用户 它的消费周期都是小于89天的 我们给它规定为100天以内 大多数用户 消费周期低于100天 那么这也是一个信息 而且我们发现这幅图呢 它是这个典型的常委图 对吧 呈现 典型的常委分布 说白了就是 大部分用户的消费时间间隔 还是比较短的 只有少部分 用户的消费周期 在200天以上 那么这种用户呢 就是不活跃用户 不积极 消费的用户 那么我们就认为 它可能今天买完之后 过半年 或者过一年再去消费 那么这种对我平台来说 我得想办法给它转成我们的 积极用户啊 那么怎么办呢 可以在 这批用户 消费后 三天左右 进行电话回访 或者 短信 赠送优惠券 等活动 增大消费频率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有利于我们平台的一个营业额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用户的购买周期 后面我们会再分析用户的生命周期 后面讲到的时候再给大家讲生命周期如何去计算呢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想要证明 这边 我们想要证明 再来 我们演组 我们猜 Walking 好 我们想要证明 很快 我们 一起 我们